有方前景是不擔心的 但基本因素我想大家都熟悉 一來內地始終都是看著近年的增長 特別是新業務價值是可以的 內地也有越來越多一些據點去做 變相中長線不是說頑皮 連大麻通關對它也有個幫助 就是以往好吃就是內地人來香港買保險 如果通關也會有一定的幫助 所以本身業務面就一定不是擔心 雖然過去這季的結績比較偏 因為當時疫情反復 但看前不是太負面 但問題是股價 其實過去這兩個多月股價是蠻繁複的 不是特別做得好 或是因為大家對前景看法樂觀 而有個繼續炒上的誘印 反而是反復地試一些低位 所以我想暫時的走勢是一般一點的 因為你看到過去幾天曾經彈降上去 但一去到50天線就立即打下來 連十月也試過 九月也試過 其實幾次都去到50天線是有阻力的 所以我想如果這一轉不能夠升穿50天線 股價來說比較難說是否有轉勢 或是各樣的住 所以有機會如果50天線升不穿 可能在大概81元鬆一點 去到87.5元這些位置 先做上落 是